現在新北的疫情都已經波及到了臺北市 傳到臺北市來了 柯文哲現在還在很輕鬆的說 現在臺灣防疫要走向新型態嗎 幹嘛動不動就什麼封餐廳 那你怎麼看柯文哲這樣的一個這個說法 因為畢竟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像萬華區好不容易 這個通過了這個疫情的考驗平靜下來了 但是現在怎麼經得起第二次的蹂躏 你怎麼看 我的看法是首長的性格 你回想五月初的時候 五月十幾號非常嚴重的時候 你還記得那時候柯文哲是最快速 最嚴格 設了五個快摔戰 那時候比新北還快 那就慢慢控制住 一天那時候一天五百多個 萬華都兩百多一百多年 今天說好慘的時候萬華 然後呢 後來呢 可他就停住了 包含環南什麼就沒有繼續追 可是侯友宜了 當然醫療專業比不上柯文哲 他就一步一腳印就往往走這樣子 那到現在都沒有停 所以你看一柯文哲的性格是開放的 而且跟陳時中是對對抗的 都在逆時中 然後侯友宜對陳時中有時候比較順服 就盡量聽中央的 他是盡量不聽 我先講很清楚 然後他是主張 因為他有醫療專業 他主張跟病毒並存 清零在他來看 其實他也認為清零只是個帳面的 只要控制住 清零也說不定有隱形傳播鏈 基本能控制能塞能怎樣 所以而且他就用暴力美學 舉例說環南 我們不是被我們批評嗎 環南一千多個塞了幾百個怎麼就掉走了 快篩站 那時候環南有設快篩站 對 他就啊你講我 我通通打疫苗 這叫暴力美學 所以他因為他是一個 有點像怪弄柱 就是他就是他的他的組件很強 那他的那他要這樣幹 我就很難去撼動柯文哲 所以他常常會跟中央有衝突 對 我先不論對錯 好簡單講他是比較寬鬆的管理 跟病毒共存的管理 侯友誼不一樣 侯友誼動不動會講三級有沒有 還言 就容不下眼睛有任何一顆沙子 有一個確診 就一個眼睛有沙子一樣 我一定要處理掉他 那我一定要重兵進入 有些住戶不是抗議 不塞 不快塞警察抓起來塞 前兩天你們看到了嗎 就兩個截然不同的一個概念 這是首長的性格 這是第一個我要分析 第二個 那上次其實雙北每天互通有無 超過150萬人 通學通車或是等等 然後為了生活 那第一次互通有無 那是萬華那時候 不是有阿公殿的事件嗎 是啊 阿公殿事件 從諾福特傳進來到阿公殿 然後呢 那他裡面的福清小姐 越南小姐 常常住在板橋 就是萬華跟板橋有接壤 萬華過了在華江橋 光復橋 可是在華中橋是不是也跟 也跟中和接壤 那因為萬華找橋 他們很難 小道房很少 那中正區小道房太貴 那他們就很節儉 這些福清妹跟越南妹 那就在中和跟板橋租屋 所以他們生活圈是回去 那是不是萬華就會 他們就被客人的感染以後 就帶回中和跟板橋 一度是不是很緊張 是啊 你看看地圖哇貼的萬華 那邊都很紅嘛 那個密度很高 這一次可能是新北到台北了 剛好相反 對 因為我的選區很多明星學校 什麼國語十小啦 什麼師大 什麼那個那個台北富小啊 什麼然後中正國中 哇都很 我們的幼稚園也辦得很棒 中正區的 然後呢 事實上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 我跟你講平常根本找不到人 都記戶口 都記戶口 很多記戶口會讀那記戶口哇 對我電腦排序喔 議員也不能關說 他每天這樣排序 舉例說我中正國中 今年招一千個人 然後他就從第一名排序 電腦這樣列印 那議員完全沒有插手的機會 所以那什麼最先 我去買房子 有房地產的最先 不然記戶口時間長的是其次 大家搶破頭啊 然後呢 那所以造成了什麼現象 也造成疫情的傳播的鏈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我事實上我住在新北市 對 然後呢在板橋 可是我要讀明星學校 明星幼稚園 我就到台北市來跨一個橋 那人傳過 弄過來弄過去 這個是事實上是兩個雙北市場 是要攜手合作 要從而且教育局要下來 不是只有衛生局 衛生局根本搞不清楚 誰誰是忌讀 可是教育局跟在地理長都知道 雙北市要合作的 那要把這一次的Delta能夠控制住 我講第一個 我講那個首長性格 第二個講這個傳播鏈 第三我要講萬華現在的情況 我在你的節目 我要嘉講一下李昭成 李昭成 他是我們青山里的李長 就是那個龍山市 就猛甲公園那邊 他是猛甲商圈的 很嚴重喔 對很慘 他哭了好多次你知道嗎 李昭成 我們在地跟他都熟嘛 然後呢 他又接猛甲商圈的李市長 他等於蠟燭兩頭燒 然後他又連絡了吳洲街的夜市的 李市長 又連絡了西昌廣州等等 幾個夜市 幾大夜市 好 然後呢 那個時候他們在 那時候就確定喔 說那時候嚴重的時候 大家休市 好好 沒想到一休喔 就休克了 你知道嗎 萬華進行 休克 完全沒有人 萬華以前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跟南機場 你知道青年公園南機場 人一樣多 生也好料死 我跟你講攤商一天賺個幾千塊 一萬塊是一如反掌 對 生活很好過 只要你敢 你敢打拼 敢付出就 現在有一天 能賺一千塊 都偷笑了 這麼慘 很慘都沒有人嘛 你去看廣州街 都四大商圈都沒人 然後呢 那他呢 那他很麻煩 打疫苗 要他打疫苗 因為有些 有些比較沒有讀書 沒那麼好的 有真的有不識字的 那他叫他上網登陸 那商圈沒生意 要找他求助 要紓困 所以差不多 很想尋死 我看李昭辰累到 你知道他這個里長 那他就感嘆 有一篇專訪就訪問他嘛 到現在 萬華 宛如死沉 到現在還宛如死沉 就被疫情 疫情害的 萬華都沒有 萬華南機場跟萬華廣州街等夜市 絕大多多數都不是萬華人來消費 到現在萬華宛如死沉 到現在還宛如死沉 就被疫情害的 萬華都沒有 萬華南機場跟萬華廣州街等夜市 絕大多數都不是萬華人來消費 中和板橋 大部分都不是在地的 所以那在地下不出門了 那不出門 那就很麻煩他的生計 舉例說 有一個六十幾歲的 在華西街弄那個 你們女生做臉有沒有 把你們除皺 你們一條線這樣搞 把你護膚這樣 四十百米 百米 腕面 應該這樣 國語這樣 他一天做事賺個兩千三千 很容易啊 一個月賺個五萬八萬 活得很好啊 可是不是 把五月十三以後 就全部都停了嗎 沒有人去華西街了 沒有生意了 幹嘛 他去被迫為了生活 沒有飯吃啊 他去一龍一風 他去就去賣春了 一次一千塊 很慘吧 六十幾歲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悲哀 莫過於貧窮人民 然後也聽到八大行業小姐 自殺了 活不下去了 就死了 真假 就歷史石油所聞 台北中南部都有 這麼嚴重 所以怎麼樣 那很多人想到 那政府有扮困啊 對啊 可公務員的心態 跟基層真正的需求 是兩件事 因為很多人 只要加入不了工會 很多人計程車司機 他他沒有沒有錢 加油都開空車 可是又不能不開 開又賺不到錢 所以陷入一個非常痛苦的循環 而且從五月到九月 你知道發生了一個什麼現象 再也撐不住了 因為存的錢花完了 老本啃光了 啃光了 啃真的沒有錢了 因為還要付房租嘛 還要付 攤位也要租金耶 付房租要付小孩 那個生活費 那個學員費 差不多存了幾萬塊 十萬塊都花完了 我現在講底層的 不止萬華 底層的悲哀這個事情 我認為整個萬華 是需要政府大力幫忙的